9月又到了开学的日子,明星的宝贝也要背着小书包上学堂了 近日幸福朝妈陈慧玲四岁的大儿子虾脚仔升读幼儿园二年级 并由红刊传往九龙堂新校舍上学 头一天24校母亲陈慧玲便亲身前往接儿子放学 又是撑伞又是跪地合影不料金被纸做秀 看来辣妈想低调都不行,近日更遭到其他家长的投诉 据了解,学校平日会将学生在课堂上的生活照片放上网给家长看 其他班的同学都有的看,唯独是虾脚仔这般就没东西看 原来是陈慧玲想要保护儿子隐私,不准学校影像放上网 她的这个近设令自然令同班同学家长非常不满,纷纷联名投诉 其实自从虾脚仔出生后,她便戴着新二代的帽子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四年中多次被曝光,但是陈慧玲似乎并未刻意让儿子远离媒体大方任拍 此次横下近设令不知道到底为何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